創作者交換新衣的企劃來了 我們好像中計了 看一下 這什麼東西 什麼啦 太害羞了啦 這個好像還不錯耶 來 是的 創作者交換新衣的企劃來了 那這個活動呢 是由加尼想到的 我就跟他講了很多ID 我們兩個人就一起號召了這個活動 就找了皇室兄弟1加1重量級 跟展榮展睿 大家看到這個影片的時候已經是過年 剛好你可以示範一下過年穿新衣 你的舊衣也可以成為別人的新衣 我們的舊衣也可以成為別人的新衣 現在呢 我們就是要來開箱創作者的包裹 讓大家猜一下 我們等一下穿上去的是誰的衣服 好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換上這些衣服 我比較 就太想穿上女性的衣服 那我們來讓大家猜一下這是誰的包裹 那我們就直接換上了 好 3 2 2 4的 你看 你猜得到這是誰的衣服嗎 這套衣服怎麼有一個 可以你去看流星雨落在這地球上 我覺得這褲子滿好看的耶 我覺得褲子右邊有點偏向會摺摺的風格 這件比較像摺摺的衣服 展榮穿的好像比較像微微的風格 可是我怎麼覺得這比較像摺摺的風格 我比較好奇的是我們上衣是這樣嘛 因為它是直接包在一起 好刺激喔 用猜的 其實這樣子也滿搭的耶 換過來之後 所以現在 現在是在尷尬什麼 你這樣好 你要表現好 這應該不難猜啦 就是皇室兄弟 這件褲子還滿好看的 所以我們要這樣 沒有 我是要讓大家這樣 我是要讓大家看到褲子 我們如果加一條項鍊 整個感覺的氣勢就會提升 我真的好不適合 你好抬喔 我這look比較輕鬆 可是妳的 這一條很像是那個內褲的那個伸縮 伸縮帶的這一條 這一家就是以內褲起家的內褲 難怪喔 真的很有創意耶 就是內褲的褲頭 那你還要穿起來 不要很像那種 我們在解釋衣服的層次 我滿推薦夏天的時候 男生其實可以穿長褲的 我滿推薦褲頭 我比較常看褲子這樣穿 那你要跟他一樣露腹肌嗎 你給我三個月 成功到做到 來 那打勾勾 三個月 我昨天早就報名 記得下今天時間 三個月後我們趕快上片 沒有 我是說你給我三個月 不是只經歷開始 對啊 上片之後三個月 不是 我要拍片 我要訓練三個月的意思 以前來說他看影片聽到你講 沒有 我不要再鬧 三 二 一 什麼大力 大家你猜到了嗎 沒有錯 這是皇室兄弟的包裹 老派耶 幹嘛這樣 等一下 這什麼 為什麼是 為什麼黃黃 這什麼很像動物的大便 這是動物裝啦 喔 可是為什麼會有 這一雙他們曾經拍片的那個 道具 我請問一下 這個是土還是排泄物 這真的是黃的啊 你們怎麼這樣啊 你們怎麼這樣子 交換衣服也要有點 真實吧 還有別的還有別的 我們先不要記著 先不要下定 對 我們先看卡片 還有剛剛另外一件的 這是褶褶的 這一件是褶 對 我覺得是褶褶一樣 好 我們來看一下卡片 薇薇就比較 地力度比較奸詐 你反應也太慢了吧 我講錯嗎 站在觀眾角度想 我講錯嗎 薇薇展瑞有雷同之處嗎 有吧 應該有吧 沒有 哪有雷同之處 土展龍展瑞 新年快樂 很高興你們的邀約 衣服都是我們精挑細選的 覺得非常適合你們 相信你們可以完美的詮釋 宇宙圍繞你 他都是 董董家族 宇宙圍繞我 他說PS 布偶裝是送你們的 喔 那是送的 不是義賣品 所以不會有家的啦 接下來呢 這一包 這看起來不難猜啊 這一定就是情侶的東西啊 你怎麼可以話是剩情侶啊 沒有不同的情侶 我是知道答案啦 那你們猜得到嗎 我們先換再說 是的 我們現在換好了 欸 你還好嗎 我扣不起來 你是好看對不對 你是好看的 但是你知道我現在 你們看 我是完全扣不起來的 喔 驗證 沒有附肌 就沒有 你們看 我是完全扣不起來的 好啦 我現在被P到沒有退路了 這一定是證據的這個影片 欸 為什麼都是提供 宇利的衣服 因為LINK平常好像比較少買衣服 然後他們最近搬家 所以我邀請他們企劃的時候 宇利跟我講說 哇 我們最近剛整理完一批 可是他給CP值很高耶 可能而且一定 他有展現他平常的穿衣的品味 也很高 好了 謝謝 謝謝 我剛看的時候 我覺得是因為不合他的肩胖 但是如果是在更瘦一點的男生的話 現在在時裝界很喜歡穿這種中型裝 就 他 對不起 這套不適合你 我已經盡力又把它美化了 我們面對這種比較難挑戰的東西 我們就需要其他的焦點來把它搶走目光 我去拿那個我的工藝 以利給我這一套很好看 但是他的腰 因為他是女裝 女生這邊通常都超細的 你的腰跟弟弟一樣 一樣這樣而已 弟弟 你不要再跟我說你要減肥了 沒有空間了 就算他今天是女裝 我只要買最大號的女裝 其實這樣穿是現在很流行的 欸 好了好了 我 我跟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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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我跟妳舉例就是因為 因為他太吸膠了 像我現在就是把瑋瑋剛剛給我的上衣穿在裡面 我把外面這個當成是工作服 讓他寬鬆的 我自己本身的皮外套是男生的 那我如果把它穿起來 因為現在會比較冷嘛 遮掉他袖口在我身上的缺陷 欸 完全可以耶 所以我平常可以去逛街的感覺 逛 欸 瑋瑋跟那個以利的衣服 好了 不要再秀了 欸 你拿著 然後你幫我去門口 不好意思 等一下 我那個水管壞掉了 等一下我拿拖鞋給你們穿 欸 我不像是有水電的 我比較像是在哪邊服務 那你為何會覺得我要修你家的馬圖 沒有 因為你們名片上面是說修馬桶五千塊 我馬桶在房間裡面 這裡嗎 對 進來 看一下 這猜得到就是一加一 榮瑞幫你虎虎 祝你們2022年 我跟你講 不要逆口袋把它塗掉 寫錯字 被發現 一定是寫到2021對不對 寫到2021 祝你們2022年的美 一首新歌觀看率都破500萬 雖然衣服都是女裝 都是女裝 你們一定帥到底天 一定穿什麼好看 為什麼都是女裝 那你沒有衣服嗎 接下來最後呢 其實也不用猜了 沒有錯 就是重量級 而且兩袋就算了喔 他還說請先開這一個 家裡你有個重計嗎 我們當然先開這一個啊 你要按照人家遊戲規則 請先開我 不知道他們要玩什麼發誓 第二 展榮展瑞 透過這個企劃很開心 與你們一起過年 新的一年當然不可以獲缺 就是新衣 現在請真誠肯定的眼神 對向鏡頭說 我 展榮展瑞 發誓 我會穿上你們準備的這套衣服 並且 我待會我會走一段伸展步 給你們黃金五秒鐘的時間發誓 5 4 3 2 1 OK Check it out 我們好像中計了 很像 這什麼東西 我們是說舊衣耶 這是新買的吧 想看 想看 什麼啦 太害羞了啦 這個蘿莉蜂它還可以綁頭的 還有鈴鐺 加你 我為了你 我用卡的好不好 你要點什麼 Latte Latte嗎 Latte 你要燕麥奶嗎 我們沒有辦法走伸展步 我們比較像是在上班 歡迎來到女僕咖啡 Lachipala就是你的 Lachakon Lapelete Guante Latte 大杯 謝謝 這個好像還不錯耶 而且哲哲跟瑋瑋的衣服 今天完全派上用掌 幫忙擋東西 歡迎來到南僕咖啡廳 請問要點什麼 不要再笑了 先貴姓 先黃 先黃嗎 我覺得你蠻適合 你不要鬧了 加你 來 你的大杯Latte好囉 先不好意思 要不要加5萬塊 買我們過年的福袋 5萬塊 5萬塊 先不用 先不用 5塊 好 好 大家好 我們是重量級 又到了我們黃金5秒鐘的時間 然後我們現在要幹嘛呢 5 4 3 2 1 Yeah 我覺得 而且Andy要嘟嘴 為什麼要嘟嘴 你嘴巴要嘟 好啦 沒關係 我跟他講 我是直接把 瑟瑟跟嘉穎的衣服給配起來 你這樣穿沒有不好看耶 是可憐的耶 是好看的耶 大家對不起 我們在拍照 是 對不起 我們在喝喝 Lily小心 其實這個雖然是女裝 這個有點緊 但如果這個再大一個尺寸 我覺得會更好看 這個才是正確的啦 好香喔 嘉穎的味道 你們知道嘉穎是什麼味道嗎 這畫面也太緊張 好 你繼續享受你嘉穎的味道 恭喜你們 新年一年有不一樣的突破 恭喜你們被二枕啦 但也代表你們真的非常厲害耶 新的一年 面對恐懼與挑戰 祝你們2.22年新年快樂 收視長紅 虎虎生威虎年新大運 愛老虎由重量級 Andy與嘉寧 新的一年第二封情書 請用愛讓他讀完 謝謝嘉寧 謝謝 還有Andy 好 是的 今天呢 還是新年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企劃 但我們這邊還是要祝大家 新年快樂 那以上呢 這個企劃呢 其實是跟重量級 黃氏兄弟跟一加一 所以大家 我們全部都是在這一天上片 也可以直接去他們三組頻道 看一下我們大家 各自送給對方的衣服 今天所有創作者的衣服呢 我們會全數捐給 二手義賣的交換平台 那這個二手義賣的地方呢 我自己主動去聯絡他們的 那他們平常呢 就是會把大家的一些 二手衣服收集起來 因為狀況還不錯 讓有需要的人 互相可以購買 讓你的舊衣成為別人的新衣 如果喜歡我們創作者的衣服穿搭呢 你都可以在下面的連結 把這些衣服帶回去喔 那如果自己有一些二手的衣服 想要拿來義賣的話呢 也可以在下方的連結 提供衣服給大家選購 讓我們持續永續回饋 新的一年呢 有什麼願望 我們現在可以趕快許願 那如何實現呢 直播中 按讚 訂閱 分享 驚人的願望 全部都會實現 掰掰 嗨 我要挑衣服給 哲哲 嘉寧跟 Ling 我覺得這一套應該非常的適合 嘉寧 他穿起來應該會 蠻有帥氣感 我要連褲子一起 尺寸對他來說 一定是不合的 他是原本設計 還是想要給小孩子 或是大家可以自己塗鴉的 接下來呢 我兩身訂做 Ling 我看到他平常很少穿 運動衣 是我跟兩位 十分鐘的戀愛 因為錄影袋裡面 所穿的套裝 哲哲呢 我去做一下功課 我現在直接給你突破 我還沒看過你穿過滑包褲 我是建議你上半身給不用穿啦 所以我不會給你上衣 我三組創作者 我都準備運動套裝 這件他比較fit的一點 所以這一件我打算給Andy 整套的 喔喔喔 他包褲子 這個也是整套的 我要給韋威 這個再寬一點點 然後這個呢 我打算給依依 因為我覺得 他跟Ling 實在平常太嫩了 我覺得他們要有一點調配機 我想要他們兩個一起穿這個衣服 兩個人一起下課 然後一起十分鐘 3 2 City 小力喔 來我先放這邊看 等一下 為何你要把自己搞到 這個境界 我沒辦法理解 加林 我決定要給韋威一個紅紅毛 現在他就不要傳了 就這樣拿著就好 他可以這樣啊 可以可以怎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